欢迎大家再次收看我们《月之一二》 联同央视网和B站推出的世界杯特别企划 由足球道路衍生出来的世界杯粤语托素 《月之世界波》 《月之世界波》,我陪你看球 大家好,我是港波佬 郭嘉峰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已经接近尾声 乌拉圭、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法国、丹麦 这六支球队已经成功出线,进级16强 你逼那支球队有没有进级? 而剩下球队,还有他们最后一场的小组赛要踢 所以哪一队出线,哪一队出局都还未知道 说真的,一队波能否出线是好看整队人的发挥 当然,我们更希望每一支球队的当家球星 可以站出来带着自己的队伍进级 所以在这个时候,不如我们盘点一下 各位球星在小组赛当中的表现 开球之前,先投币充电吧 一说到球星,首先要说的肯定是斯朗 斯朗在葡萄牙头两场小组赛入了四球 包办了队内所有入球不单止 还要十二码、任意球、投球、射门通通都有 而且还包含了一个帽子气化 实在是十项全能、样样精通、杯赛联赛、赢球晋级、必备队任 斯朗凭借着两场四个入球的成绩排射手榜的并练第二 三十多岁人,还可以一个人带成支队,简直就是强无敌 我相信斯朗凭借金价的表现不单可以吸很多粉 而且还有不少人会黑串粉 不过说真的,前两天葡萄牙对伊朗 斯朗射失了十二码,令被伊朗逼平 万一伊朗进入了一球,葡萄牙分分钟出局 进入到淘汰赛,希望斯朗可以顶住压力保持状态 因为若果他不进入,葡萄牙也挺大单下的 说完斯朗了,又怎能不说美斯呢? 本届世界杯,阿根廷可以说是状态低迷,美斯的队友一直不在线 而美斯本人也都神奇不在,本届世界杯到现时为止都还没入球 小组赛第一场对冰倒,他更加是点球宴客,错失三分 接着第二场对克罗地亚,阿根廷更加是以0比3惨败 而输第三个球的时候,美斯更加是没有回去回防 而是在中圈的位置留下一个落幕的身影 现在整个朋友圈都是美斯的表情包 我是美斯,我现在放下一比 你可想而知,美斯要承受的压力是有多大呢? 我们拍完之后,阿根廷就要对镇尼日利亚 可以说是真真正正的生死之战 虽然不知道阿根廷可否逆风出线 不过有传闻就说,如果阿根廷今届世界杯出局的话 那美斯就真的要退出国家队了 所以虽然有点不公平 但也希望美斯可以再次发力,带着阿根廷晋级 怕我读买的美斯粉丝,你们发多些淡漠遮住我的字幕 那就不会让我读买了 说完斯朗美斯之后,就是时候说一说巴西当家的球星利马 作为当代速弹,三大个人能力都特别出众的球星之一 利马是受到了美斯和斯朗一样的待遇 两场的小草赛都被人重点针对 总之被人剷低了无数次 没办法啦,谁叫你好球吗? 我是对面教练,我也要打扰你 说真的,我觉得利马这几场都不是他最佳的状态 有很多机会我觉得他都可以把握到 但他送了个高射炮 幸好,黄天不负有心人 在对哥斯达尼加的时候的最后一分钟 他终于攻入锁定胜局的一球,释放压力 完场之后,他还一个人坐在场上哭 所以说做球星都不容易 踢得好是发挥正常 踢不好是精神失常 不过,有入球,什么都很商量 利马好赢,加油! 期待你接下来的发挥,西蜜港 我们禁锡要拿冠军的 说完三大球星之后 一起来看看其他球星有什么表现 西班牙的迪亚高哥斯达 两场小组赛射入三球 对葡萄牙入的第一球,单忌闯关 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据问,他上届的球风和西班牙的体系不合格 所以导致西班牙提前小组出局 而今届,他就退变成为队内射手王 可以说是死过翻山,将攻补过 迪亚高哥斯达今年29岁 正值当打之年 希望他今届世界杯可以多入球 用今届的表现来证明自己 劳卡古,比利时的正印中锋 小组赛,首赞梅开二道 帮助比利时打破了强队爆冷的魔咒 亦获得大胜开门红 第二场,又多做梅开二道 加起身,是梅开四道,问你死了吗? 证明他自己不是跟外界所说的一样 靠身体来踢球 其实他的球伤是很高的 如果,接下来的赛事 他的继续保持状态,回开很多道 我敢保证,今届世界杯金香九成给他 有金香的球队至少可以四到八强 那你懂我吧 哈利卡尼,英格兰,当家前锋 首赞就承包英格兰两个入球 保时绝杀的那一球 更是杀死比赛原念,拿走三分 在对阵巴拿马的时候 更是上演了帽子气法 目前,以两场五球的成绩,领跑射手绑 近四个英超赛季 他拿了两次金香,两次银香 你就知道他本次世界杯肯定还会再入球 当然,每一届世界杯除了球星表现好之外 有些新星亦表现得特别亮眼 例如俄罗斯的高鲁云 两场球,两个助攻,并列助攻榜榜首 在开幕式,更是有一脚精彩的任意球破门 今年也只是22岁 这么年轻,前途无量 听说,有不少的豪门都已经争夺他了 到时候,新架报章又是一颗巨星 后面踢得好,可能金香也有份 而有金香的球队会怎样? 至少四到八强,会拖不拖? 所以,今届世界杯好看 又多武智器发又多爆烂 不踢到最后一刻你都不知道哪一支球队会赢 希望各个国家的球星可以带领自己的队伍走得更远 2018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准备踢完了 而16强的最终名单也准备出炉 下一期,我们就来预测一下 16强里面究竟哪支队伍会最终夺贯 做得好吗? 欢迎大家转发收藏,投币充电 月之世界波,下期再见 想收看更多世界杯的精彩内容 记得关注《足球道路》吧!